一旦清除 OK 没问题 可是知道剖析 它会跳这个讯息 可是每一次都会出现 如果同学觉得这个好像很干扰 所以怎么办呢 其实是可以把它关掉的 关掉的方式一一一一样是切到 Video Basic 我们刚刚录制的模组一定是在我们的 152 这一个一样的专案名称 然后把这打开 资料剖析 如果你要把那个东西关闭的话 记得那个东西管的其实是由Excel本身来管理 Excel本身的物件名称叫Application 所以你可能要先顺便要再学一个物件名称叫Application 这Application实际上就是App 应用程式 那这个实际上VPA指的就是 Video Basic Excel的Application 那它能够管理什么呢 你把它点下去 里面的话它管那个东西要不要显示 那个东西要不要显示的话 其实就显示就Display 所以就是打一个DI 大概S 你会发现DIS就出来了 如果说你Application字没拼错的话 那它理论上一定会有个清单 其中有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实际上就是要不要显示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要Alone 要不要显示这个Alone 你把它点两下 等于什么呢 你会发现等于它后面就自动跳个开关 有没有 那当然要怎么样 把它Force Force意思是把它关掉 意思是不要跳那个东西 但是特别注意 如果你把它关掉之后 请注意 以后在End Sub上面这一行 请注意要把它再打开 因为如果你不打开的话 以后它就永远其他的要跳讯息的地方 也都不会显示了 可能其他要显示 当然会反而会有问题 所以怎么办呢 结束之前呢 请你要再把它改为什么 先把它改为Force 然后当它已经关掉了 最后再把它Cho 有点像你修水管嘛 一定要把那个水塔的水先关掉嘛 等到修好之后再把它打开 你不能永远不打开 那便以后都没水了 所以一样的道理 OK 好 那把这个地方就是这样 很好记的Application 那这个Application物件 里面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什么事情 其实最常用到像什么 On 像什么On Time有没有 On Time其实就是我刚刚讲 如果你是有希望它什么时间做什么 像闹钟一样 自动执行的话就用On Time 有没有 然后甚至可以多久执行一次 也可以用On Time 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蛮多功能的 其中像比较重要像On Time 当然如果你希望了解更多的话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F1 Application我记得上面按F1吧 或者你可以什么呢 打一个Displace 我们刚刚那个点下去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Displace alone 是什么作用对不对 你也可以怎么样呢 游标放上面按F1 它会跳出这个相关的说明让你知道 OK 那你当然可以再去看那个什么呢 Application物件里面有能够做到什么 其实如果你愿意花时间 其实答案都在上面 那我之所以会用也是看上面的答案 因为官方已经都给你很多的使用说明 只是说一般人可能对这东西不熟 那我其实没有背它 我只是说我需要的时候我再去查它就好了 所以里面像我刚刚提过像什么On Time 如果你对那个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打一个点On Time 对不对 然后你就是直接按F1 上面也会教你怎么做 只是说你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去试 真的还可以用 时间一到它就自动去帮你做很多的试 这个还蛮好用的 OK 自动执行东西 OK 什么时间有没有 它会跟你讲 而且它会给你范例 Application 现在的时间加15秒钟去执行哪一个Sub 他就自动15秒钟执行 谁有打开的话 他就一直执行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我是觉得还蛮有 蛮有用的 不过我们这边主要是利用Display to learn 等于Force 好 这样就改完了 改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能够符合我们要的结果 刚刚按一下它它会出现那个 你会发现 现在就不会出现干扰的东西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最后就是把这部分修改把它加上去 其他的话回去有时间 也许可以看一下吧 像这几个 我觉得这几个只是说复杂度相对的比较高 像101这一题其实主要其实就是学会LEN 跟LENB 其实这两个大概 如果你知道的话 你大概就可以做出结果了 那所谓LEN是算几个字 LENB是算几个byte 那意思是说如果中文的话 在除人格里面中文是两个byte 英文是一个byte OK 所以如果你今天如果把它转为半形之后 你大概就知道转半形的话是ASC 转为半形再算它几个byte 两个相减之后剩下来就是中文的数字了 OK 应该可以有这个概念 只是说这个实际上要怎么做回去可以再练习看看 LENB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其他的那个题目 如果我没有讲到的话也许之后 因为这后面复杂度比较高 也许留在后面 回去有时间也许你们也可以试做看看 那有问题的话可以再提出来 下一次上课的话 我们就要继续看那个逻辑函数部分 OK 所以回去的话 假如你要预习 请各位就是再开启那个 范例档里面的逻辑函数这个练习题 那逻辑里面当然除了今天讲的 一重逻辑 两重逻辑 其实还有多重的 另外还有那个AND跟O 交集跟联集 如果这些人都搞懂的话 其实大概就够了 其实一般 城市里面会遇到最多的 就我刚刚讲的 一重两重多重 跟交集用AND 联集用O 大概就这些 好像再复杂的逻辑 不外乎就这样衍生出来的 OK 那我们今天的话就先讲到这里 另外如果 你要回去再复习 假设影片的部分的话 请自行再加入论坛 然后我会再把那个影片 放在论坛上面 如果你有加进来的话 也会自动转信到你的信箱 OK 那今天的话就先到这里 记得存档一定要启用聚集的博业簿 不然的话 假如你选佛的话 你东西就通通不见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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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